左邊是MISPLAY,右邊是OSCAR 兩位都是成績相當好的玩家 我們看到雙方都即將準備好了 兩位選手都準備開始了 現在就開始比賽了 我們現在看到雙方的小精靈 左邊我們看到林子軒,還有岩狗,風耀精 其實這個也有很出名的BIT UP,岩崩的組合 同時我們看到有噴火龍,耿鬼,叻咧,卡比獸 而耿鬼和噴火龍呢?因為兩隻都是可以MEGA的小精靈 所以都有點特別,究竟他們兩隻都是MEGA 還是有不同的道具呢? 另一方就是OSCAR OSCAR我們看到有塔普Coco 有舉金怪 這個組合其實比較少見 因為舉金怪通常都是配搭這個塔普 增加攻擊力 同時我們看到有立方獸耳 有水之珠 有一個很熟悉的自然跑酷 也有塔普Coco 也有塔普Coco 塔普Coco Bulu Bulu也可以為對金怪做防禦 他們兩個對手是大陸的 哦,原... 那Jutchy就說 這兩個對手在Swiss Round的時候互相對過 所以他們兩個的配置可能不多不少會知道 但 effect Oscar還在挑戰 Oscar可以主動開出這應的 有立方獸耳 也有這個攻擊敵珠霸 MIZPLAY卡比獸一隻低 其實Oscar加入這兩隻 也有相當大的優勢 那我們現在這場Top4B的第一場就開始了 那我們看看他們出什麼 Oscar這邊就派出了前跑步和立方獸2 另外一邊就派出了耿鬼和塔布咧咧 由於前跑步很平實,就克制住塔布咧咧 但前跑步的威嚇其實對這兩隻 都沒有特別大的威力 看來Oscar這個遊戲就想開Check Room 讓敵珠霸攻擊 前跑步,就像白魔一樣說 就是克制了兩隻精靈 雖然沒得Fake Out,但可以Lock Off 可以Lock Off都幾大優勢 但是耿鬼這個時候也做了Mega進化 鎖死對方,令到他無法換掉小精靈 但其實這個也沒有大牌 但現在我們看到耿鬼在Mega 出了烏雷霸眼,也令對手中了毒 這個時候就是Gazette 是誰出的? 是Tabu Lele出的 Misplay的Lele是Gazette 應該毫無異問是那招運氣彈 全力無雙激烈 到底這招會處理哪一隻呢? 沒錯,就是處理前跑步 後面應該是針對試驗跑步的調整 但也有相當多的試驗跑步 是會調整到 是中格射都不死 然後 嘩,還補充了 CT了 這個Lock Off CT了 緊鬼 但是緊鬼就 哦 是這個Choy Scarf 不是Mega 這個時候立方秀2就開了Trade Room 這個打落其實做的傷害會比平常要大的 那就是打落一個正常道具傷害 那現在對方 亦在Trade Room下 亦都同時派出卡比獸做了應對 那對於前跑步來說其實也是一個威脅在 而立方秀2因為他做不到大的輸出 其實他除了在做一個妨礙和一個 那其實也沒有大用途 那其實現在Trade Room開準 就應該卡比獸就先動 那還有呢 我們見到 這雷格射打不死刺驗跑步 那其實刺驗跑步的道具都相當明顯 那應該是那個道具 那 所以就 應該 MISPLAY就毫無異問可以打到刺驗跑步的Slock 那所謂那個道具呢 其實很明顯就是一個背心 那特防的配心呢 就可以抵擋很多不同的攻擊 那現在 卡比獸使出一個實物馬力 其實他的資訊其實不太好 因為我們沒有需要去給對方去知道 一個不是熟悉的攻擊 招式 那同時如果對方知道了這個實物馬力之後 也會有防戒心 去防礙我這個 這個做不到 但是 立方秀儀其實也沒有做任何事情 因為他始終是 沒有做任何傷害 對 我們看到 那 我們看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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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雷雷可以相當大威脅 不過現在Oscar出了敵珠霸 卡比獸就應該一擊KO不到敵珠霸 所以就有個聯攻壓力給了這個雷雷 敵珠霸由於多數的配置都會是水石的關係 水石其實也有機會處理卡比獸 究竟他是先做一個大傷害 首先處理這個氣空下的卡比獸 還是處理了一隻較低防禦的塔普雷雷 究竟這個都很有趣的選擇 這個時候MISPLAY的雷雷就出了POTEC 因為怕敵珠霸用水流亂砍打下去 卡比獸繼續使用神物馬力 打到納方獸2 納方獸2用冰光 閘到雷雷 POTEC擋住了 中毒 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敵珠霸在Chick Room上 是先出過卡比獸 先出過卡比獸 所以敵珠霸這次可以先攻擊雷雷雷 然後再到卡比獸 那不過納方獸2這個WING 我們看看有什麼傷害 嘩 Oscar今天的運氣非常之好 水流獵破 quit了的雷雷雷 但是十萬馬力就打到納方獸2 我們看到MISPLAY的卡比獸 不斷地出十萬馬力 會不會是有什麼專愛道具呢 我們繼續觀察一下有沒有胡椒 好啦 其實很明顯這個十萬馬力是為了應對Tapu Koko的 雖然他可以用這個本系的招式 布陰或者是Double Edge做一個大的輸出 但是他也選擇用十萬馬力去做 一個提供不提供額外資訊 也做一個屬性傷害的傷害 那究竟在這個稀胸未完的情況之下 對MIRROR怎樣應對呢 是在敵豬霸是先走的 那其實MISPLAY現在就剩下那兩隻啦 卡比獸不知道是不是專愛道具 那如果是專愛道具就應該鎖了十萬馬力 就逼著打Koko那裡 那而噴火龍也都對這個敵豬霸 就造成不到很大的傷害 那我們看一下怎麼回答 但是這個時候噴火龍Mega了 是Y噴火龍來的 那Coco就出保護 那可以看一下噴火龍 噢噴火龍是沒有保護的 中了水流烈火 但是現在是晴天的 傷害減半是沒有死的 和卡比獸用十萬馬力 打了Coco就保護了 然後出熱風 但是由於這個 哎呀打不中敵豬霸 不過其實打中了應該沒有太大關係 但是同時也有這個燒傷的機會 在 不過由於特性的關係 也有機會是沒有燒傷的 但是我們是由於是不知道 這個特性燒 情況之下 我們不可以肯定很多東西 那由現在Coco我們看到 洗出來的電設了 這個終極複特狂雷閃 理論上應該是打過 那個噴火龍這邊 還是會打過卡比獸 做到大傷害呢 但是什麼噴火龍會變 噴火龍沒有可能 擋到這一招 因為這樣的血量 是Oscar 今天的運氣真的非常好 其實我們見到Oscar上輸的時候 他的運氣都非常好 比如說之前他對小軒 那個POWERWIP就失敗了 現在水流獵魄打到卡比獸 沒有扣到密防 扣了四分一 現在應該就是兩隻 不斷攻擊 看看誰打死 由於也有一個晴天的關係 減弱了這個水系攻擊力 究竟會不會敵珠帕那邊 拖到天情圓結為止 現在打出這個保護 其實很明顯就是為了拖天情圓結 其實剛才也說過 這個遊戲裡面 其實有不少運氣程序 但是運氣都不是絕對的 當然 做出的傷害會比平時大 但是也都可以同時 做一個調整 那我們看一下 咦? 這次扣了密防 那 終於降了密防 那Misplay這次就 沒得打了 看來要這麼投降 因為 如果這樣看來 水流連貨 就應該會扣血 扣得快過這個 神馬馬力 那 Oscar就 贏了第一回合 那 其實剛才那一招 就有20% 的機會 去降這個密防 那 其實機率來說 都算是高的 由於已經出了兩次 對於卡比獸 使出兩次了 所以其實 都是 頗難做到 一個反擊的 那 由於這個 敵珠伯沒有這個 普通系的抗性 那其實 道具方面都幾肯定是 一種 鎖死招式的 道具來的 就是這個 攻擊 攻擊 那 還有我們留意到 其實Oscar那隊 是沒有精靈抗倒 這個 普通系的招式 所以 其實如果 那Misplay 一開始 一招普通系的招式 應該會大 優勢一點 那 我們 啊 啊 HI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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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啊 那 究竟 雙方會如何調整 這個手法呢 究竟會不會是 立以開頭開這個 希空 得到速度優勢呢 那我們再說一次 隊伍 左手邊MISPLAYDONG的隊伍就是 封妖、眼眸、歪噴、緊鬼、叻尼和卡比獸 而OSCAR的隊伍就是Tabu Koko 巨金怪、立方秀儀、敵珠霸、刺炎跑哈夫和Bulu 其實刺炎跑哈夫就有下馬威 可以令對方出招 其實對方也只有耿鬼可以應對 很大機會就派出前方褲 首先做一個威嚇 順手可以令另一方做一個強化或速度的改變 我們看到卡比獸剛才不斷出同一招 所以不知會密密攻轉 但為何不出寶可本係招呢 可能本係招是寫身撞機會扣自己血 所以想維持戰局久一點 但剛才因為這樣就打不到敵珠霸 不知Misplay這方面會不會有什麼調整 其實卡比獸的道具都很誠意 因為他的血量未知可以觸發到果實 這是比較常見的道具 可能Misplay想reserve這個資訊 因為剛才我們見到十萬馬力 其實打敵珠霸傷害都不算很高 究竟這個道具是果實還是蜜光磚呢 因為其實可能Misplay不斷的同一招 我們見到Oscar出同一個手法 就是蜜光獸2加這個錢 但今次Misplay出了蜂妖加 這個精神製造者就發動了 有什麼資訊 我們見到蜜光磚是先走的 之後就到蜜光磚 現在精神場地發動了 蜂妖精的先制技 就不可以對對方的精靈造成效果 但應該都不會在蜜光獸2面前那麼順風 究竟蜂妖精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順帶一提 Oscar的敵珠霸不是霸主形態 如果大家有看昨天巴西的國際賽 有一個玩家 Ribetoloa 他出了一隻霸主的敵珠霸 霸主的敵珠霸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他會比較重 重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就是Skydrop是捉不到他上天 因為敵珠霸是怕飛行系招式的 不會被人捉上天 其實是一個優勢 我們見到Oscar今次的蜜光獸2 就換了這個Coco 所以換了場地就可以fake out 但這個時候呢 又要按格式 那應該是 也不是的 也有可能打到蜜光獸2 不過打到蜜光獸2應該不死 所以應該也是打到蜜光獸2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格式 全力無傷擊擾 打到哪裏 那些拳器 哎呀打到Coco 由於Coco是妖精系來的 所以傷害就減半了 但也扣了超過一半 但是因為出格式 那毫無疑問 Coco的速度就快過Lelay 但現在蜂妖精的仙制技 又可以用仙制技 但這個Coco如果是大 是電式 那我們就不需要仙制 那就可以打死Lelay 其實都很大威脅 那Lelay 對Lelay 現在Coco的電式 對Lelay就很大威脅 對L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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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次電牌 那本滿血 都幾大 幾大力 那我們看看蜂妖精 可以做什麼 應該可以做順風 蜂妖精理論上 會做順風 一會跌跌就會做一個保護 那應該毫無異問都應該是保護順風 那 這個比較保守的打法 沒錯 真的保護順風 那我們看看Oscar 會不會換蜂妖精 對 對 Roll switch 應該會換蜂妖精 嘩 好痛 嘩 又 quit 這個要害其實沒什麼大影響 純粹是威力上升了 但這個威力上升也沒有做了致命的傷害 其實我們看到今天Oscar說 你要上當 我又 quit 又令到對手而封miss 今天的運動就是上來 對 那現在 對 就出這個 閃驗衝空 打到蜂妖精 20滴血 反傷就太多了 有三分之一的反傷 對 三分之一 那也處理了蜂妖精 但是蜂妖精也沒有一個大威嚇上來 那現在卡比獸上來 究竟他會選擇什麼行動呢 會不會繼續是不斷的十萬馬力 過去這個前跑褲那邊呢 但是現在在我方 即是現在鏡頭更大的那邊 看到卡比獸這邊 就會在順風 但是卡比獸在順風下 也不會拍到對面的 就是蜂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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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就算是在 什麼 什麼 卡比獸有機會 應該不會 三分之一 對 六十幾的蜂妖精 那這個時候 這時候 這時候 就出了蜂妖精 立方獸 應該是嘗試看 做些賣相 咦 卡比獸有三招 蜂妖精 很少見 一下收了一次炎華阿虎 那 應該 這個卡比獸有這個蜂妖精 但是 卡比獸 立方獸二 開了 立方獸二開了 其實是一個劣勢 因為卡比獸有機會 先走快 現在很明顯 我們會看到 敵豬霸 首先還有一個大攻擊 接著 之後就輪到卡比獸 之後就到立方獸二 最後就是一個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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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減了一級 這個Y噴火龍理論上都會是Mega 但他會做出一個保護等氣空圓還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上一個回合都見到 敵豬霸在晴天用水流獵破打噴火龍 噴火龍是不死的 所以可能卡比獸有機會用一些招打敵豬霸 同時現在電場仍然存在 而立方獸儀也有10萬伏特 而同時雜誌噴火龍是有機會即時死亡的 我們這個讀心的回合就開始了 Midfay的噴火龍無無疑問 Mega進化做噴火龍Y的 看看他能否保護 日照發動 看看他能否保護 是可以保護的 那究竟Oscar的兩隻會不會雜誌卡比獸 而卡比獸又會出什麼招呢 吃一下水流獵破打噴火龍保護了 卡比獸是用了 卡比獸吃手萬伏特 這個時候卡比獸就用蛇身撞擊 撞了立方獸二到 哎呀沒有死到啊 我們上一個回合就看到 就算沒有順風的時候 敵豬霸都會在出門之下 讓卡比獸先動 應該會多吃一下水流獵破 現在局勢是3打2 但是立方獸二 由於不是一個大的輸出手 其實很大的優勢在Oscar那邊 那卡比獸如果不打立方獸二 立方獸二做一個recover也挺麻煩的 哎這個時候 Oscar就是舊了這個 敵豬霸也是這個 就像剛才第一個我所料 是一個最常見的水色 但我們剛才看到卡比獸還沒減蜜防的時候 是 哎 打噴火龍關 那打噴火龍關 那這一下就沒有了 那就直死了 那這個時候呢 MISS A那隻卡比獸就要1打3 那就應該鎖了這個時候 就鎖了立方獸二 知道他最後那隻嗎 他有沒有出過 最後那隻現在是先知道的 因為一直在保留這個資訊 那我們看到林志興那邊 剩下1打2 哦 原來最後那邊是Coco 不好意思 出過了 那其實 現在卡比獸的速度 就夾在這兩隻中間 應該是敵豬霸出招先 跟著是卡比獸 跟著是Voco 那Track Room就還沒完 完了沒有 對嗎? 差1回合嗎? 好像是 那這個時候是敵豬霸 Potect 那應該Coco也Potect 對 對 對 多天程 那卡比獸繼續撞擊 撞Coco 那這個時候呢 Track Wound就完了 那現在的速度線 亦然都是卡比獸被兩隻夾著 就是Coco 然後卡比獸 然後敵豬霸 那唯一的可能是 這個卡比獸可以一下撞死敵豬霸 如果不是其實都 挺渺茫的 這個勝會 不過要吃10萬伏特 吃月10萬伏特 再撞到 啊 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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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今天Oscar的運氣就非常之好 那我們決賽就會見到 兩個運氣很好的玩家 這個Oscar 和對這個Voycer 究竟決賽會不會是這個運氣對決呢 那大家敬請期待